文明宝岛的台湾原声同声合唱团 近日首度获摇赴美 先是飞往旧金山开唱 紧接着又来到南加州的学校登台展演 不仅一连准备了15首原名及台湾殖民歌谣 在校园的节目开场更大秀美国国歌 令不少民众相当惊艳 我们这一趟来是在旧金山有一场的 美国首场的演出 还有今天在南加州这边第二场的演出 我们很高兴能够来这边行销台湾 台湾原声音乐学校校长洪川满指出 团员们能唱出悠扬的美国国歌 其实是两周恶补及续的成果 除了拉近与美国听众的距离 也是为了接下来将前往美国大联盟赛场开唱 做好万全准备 美国的国歌我们小朋友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把它练好 为止是要去看那个巨人跟道奇帮球队的表演 他们要唱美国的国歌 除了上述行程 原声同声合唱团也安排和印第安青年原住民全国总会交流 并在他们的年会开幕式上献唱 为行销台湾籍原民文化全力以赴 谢谢台湾